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病例 这位患者 他过去有曾经做过假牙 还有更管治疗 许多年后他来到我们诊所求诊 这里有一个假册的楼管 经过我们诊断与治疗之后 再重新制作新的固定假牙 这些地方的楼管就消失 那牙龈的发炎现象也有效的一个减缓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病例的一个始末 那在治疗前 患者有了夹侧楼管 他一直抱怨 只要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这些楼管的肿脏似乎会更严重 他会自己拿针或指甲把它戳破 可是他觉得反不胜反 所以来询问我们的一个意见 那当我们去看根肩片的时候 这是我们插的一个塑胶的一个橘皮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根肩的底部 似乎有一点黑黑的发炎的一个痕迹 那还好这是虎牙 所以他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病例似乎是根管治疗不完全 所引起的一个夹侧的一个楼管 那由于呢外侧骨相对比较薄 所以大多数的楼管都是出现在夹侧 好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根管治疗重做 我们把这些盯住想办法都移除掉 然后呢根管尽量做到牙齿最原始的长度 以这个全齿的长度至少都达到26mm 所以它是相当的长 那当我们清洁干净之后 这个根管就没有什么残余物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显微镜下 去完成根管治疗 再丰填起来 那经过治疗之后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楼管消失 如果楼管还没有消失 我们就得再继续去追查 进一步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那好了之后 患者决定在我们这边制作固定夹牙 我们把模型上在咬合器上 更进一步的来看 我们请济师必须把这个全齿 与对策的全齿相仿 然后呢去做一个最精准的一个固定夹牙 那这是患者 他因为一个经济上的选择 所以他选择是传统金属绍腹齿牙 我们还是尽力把它去完成最好的一个品质 那治疗之后 这些牙龈 我们尽可能不要去压迫到周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牙龈就会非常的健康 然后这些楼管也跟着就消失了 好那治疗后的S光这些根间的病变就慢慢的在减缓 这些牙周韧带的一些黑黑的地方也会慢慢的减少 这个牙齿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健康 那这个是这个牙齿的术前 这是这个牙齿的术后 所以第一楼管消失了 根管治疗品质有效提升 第二原来这些牙龈有一些红红种种的 假如我们做的新的这些固定甲牙 就会慢慢的恢复牙龈的健康 那虽然这些地方有一点黑黑的三角 可是呢 这是由于我们年纪的变化 我们的骨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萎缩的情况 只要你能够让它这些发炎不要持续 那这些地方 其实就可以维持正常长期的一个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